赞清德2月17号在副总统官邸 跟清兰的背景学者们进行两个小时的午餐便当会 期间畅聊选举以及两岸议题 两岸论述是总统大选必考题 而副总统赞清德从过去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逐渐转变为和平保台路线 现在传出他积极准备中 在农历过年期间 透过曾操盘柯文哲选举的姚立明 找上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曾任柯市府的研考会主委曲赵翔 以及前立委李同豪 而他们立场从柯市府到清明党 新党都有立场非律 副总统因为他在会议里面 的确也提到了所谓四个坚持 那么提到了他的所谓和平保台 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那么对于如何和平保台 那我们大家何个言而至 他很诚恳地来请教大家 听大家的一些跟他可能想法 不太一样的意见 所以真的是有一种所谓的广开 这个试听然后查纳亚言 根据三立新闻掌握 会中与会学者们分析 蓝营2024大选人选 对此赖清德没有回应 而两岸论述赖清德跟与会人士立场 截然不同 副总统再提四个坚持 以及和平保台 学者回应该如何做 但赖清德只是听没有多说 对此赖清德办公室仅强调 这只是一般性质的跟各界人士会面 并非特别触及台独以及两岸议题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 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 多听大家的意见 可以作为自己未来 施政的一个参考 赖清德广纳各方建议 听范兰军想法 供2024总统大位前 做主准备